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手亮哥 本营时间8月23日2024年U17女排市警赛 四分之一决赛已经结束了较亮 今天给大家火机设的是由中国女排对阵墨西哥的比赛 在前中国女排已经好取了40胜 最终中国女排以大比分3比0很少对手 成功进一半决赛 本次中国队10号黄月星表现非常出色 今年的黄月星宁宁才只有16岁 也被誉为小猪天 在本次对阵土耳其的时候 黄月星砍下了27分 上一场对阵克罗蒂亚的时候 黄月星砍下了19分 8强赛前黄月星以76分领跑总得分满地一名 可见有多么强 比赛克之后 中国队进入状态还是相对比较快的 中国队很快就打了对手一个8比1的不错开局 当墨西哥将比分追至5比10的时候 关键时刻则见黄月星挺身而出 只见黄月星2米开外打出了精彩的后三扣球稳定的均线 当双方战成8比19的时候 只见7号张子萱发出了神奇发球直接等分落 当双方战成9比23的时候 只见黄月星也发出了神奇发球 帮助中国队拿到了本局的局点 中国女排以25比10先下一层 结果第二局一上来 中国队就以1比2处于落后 结果12号杨树铭挺身而出 以暴力扣球帮助中国队暂停了比分 当双方战成4比7的时候 只见黄月星4号位打出了精彩的抛球 帮助中国队继续拉大分散 当双方战成4比11的时候 只见张子萱再次发出了神奇发球 让对手有点绝脑不透 不过墨西克也非常玩强 一度将比分区至9比13 关键时刻 只见黄月星的疯狂后三扣球 让对手完成莫及落 当双方战成14比21的时候 只见张子萱的神奇发球 让对手只能干得也很落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 接下来只见张子萱再次发出了神奇发球 让对手都有点绝望落 中国女排也25比16再下一层 第三局 当双方战成0比2的时候 只见张子萱的迷惑性发球 让对手直接跪地绝望落 当双方战成4比13的时候 只见黄月星的疯狂后三扣球 直接将对手打探落 当双方战成6比22的时候 只见张子萱的神奇发球 让对手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中国女排也25比6带走了比赛 最终中国女排一大比分3比0 很少对手成功进行半球赛 全场数据方面 黄月星得到14分 张子萱得到9分 其中光靠发球就得了8分 可见也是骑兵班的存在 也期待中国女排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 本期视频就得了这 青山不敢 绿水残留 我们下期再会